欢迎收看 欢迎我们的八位企业家 欢迎各位 还有欢迎我们的两位人力专家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和第二现场的三位嘉宾 打个招呼 来 一起看一下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 今天的第一位求职者 于航 23岁 吉林动画学院 表演专业 各位老师好 我叫于航 来自吉林长春市 今年23岁 就读于吉林动画学院 我的求职宣言是 持真诚以代明主 持论经以代明君 欢迎你 欢迎你 于航 先问你一个问题 这是你第几次 看菲尼莫属 这是我第三次看菲尼莫属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在我大二的时候 今年你没再看过吗 前几天的话我看过 看的是哪一期 哪一期我记不太清了 我是在短视频上 然后刷 那是个求职 还是调解 也是就是一个人求职 也是您主持的 但是真的具体的 我记不太清了 那就很遗憾的 我向您道个歉 我能力有限 没给您留下足够 不是 那不是 那是我记性不好 是我记性不好 是我的失职 那个跟你们表演的人 打交道特害怕一点 就是不知道 你们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你认同这句话吗 不认同 为什么 不认同 我认为演员 都是真性情的人 你说你们演员 都是真实的 那你确实是真实的 来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报名表 就够真实的 你这个经历这一块 全都是空白 那你实习经历有吗 我的经历就是 一些兼职类工作 他觉得那不算 正式的工作经历 所以就没写在上头 对 没关系 其实呢 简短的实习 或者兼职经历 让企业家了解到 你的优点和长处的话 也可以写